齊夜河北四樹 聞空中有聲雲 當天晚上 河北 四就是讀書人 樹就是樹名老百姓 做官的啦讀書人啦還有一般的老百姓 都聽到空中啊 虛空之中有聲音說啊 黃禪師今日得到 這是當天晚上 四皇後禮池 護歸河北開化四重 然後來 禮拜 告辭 又回到河北 開化四重 開四 開四大道 那時候他不是光在打坐的 開化 教化眾生 待天玄華 四重 長得就是比丘 比丘尼 優婆社 優婆儀 和尚尼姑 還有錢道坤道 賢重坤重 在家居使 一生問詩雲 黃梅易子 什麼仁德 沒有 沒有剛才 還有沒有補數 就是說我們同樣 在羞恥 我們要回向什麼 我們 每個人都想我要修行 我要行功了願 那我要回向什麼 我要回向事業成功啊 我要回向家庭圓滿啊 或者我要回向成佛 這種人就比較少了 我要回向成就 先佛菩薩的果位 三千六百聖四萬八千行 我不要回向世間法 世俗的成就 我要回向的是 成就先佛 先佛菩薩的成就 什麼 我們要回向真正要回向什麼 要回去真如啊 所以回去真如 法還不盡 要回向 去向真如 回向的是回歸真如 動靜如如 性向如如 這時候不要說是 你要追求世間的人覺 或者是天覺 天上的覺位 就算是所謂的真理佛法都不盡 劃環不盡 只要見到有什麼真理 所謂見佛殺佛 見魔殺魔 見法破法 所以要注意自己的回向 這回向就可以知道你修行的目的在哪裡 也可以看出來你這個人人生的目的在哪裡 你在乎的是什麼 你在乎的是什麼 你在乎的是實相呢 還是對象 一般人在乎的是對象 不管你的對象是什麼 總之有一個我 有一個對象 這個對象 是企業家 是 政治家 教育家 先佛菩薩 只要是對象 就不是實相 對象嘛 對象嘛 有對象就是有極啊 有兩極啊 又不是無極啦 所以歸根 所以歸根任母啊 這個根就是無極 所以我們修一切法 做一切的修行 努力 布施奉獻 叩手也好 度人也好 半道也好 都要回去真主 要做的回向在這裡 簡單的說要歸根任母 目的在這裡 要歸到無極來 要認識老母 老母就是我們的本來面目 就是這個世界的實相 要怎麼認識呢 歸根 怎麼歸根呢 無極 歸根 所以 性 不是在一邊 相 不是在一邊 性就是相 相就是性 這叫儒儒 這才叫儒來啊 才叫儒來 生命啊 一定要 治於道啦 不要自己說是修道啊 心中的志向啊 根本就是 沒有放下 次俗的追求 只是希望藉著修道 先佛菩薩的加持 來取淨通幽啊 來讓自己更能夠得到 自己要的東西 只是換個方法而已 修道只是換個方法而已 所追求的還是一樣 修道首先就要問治 看你治求什麼 好 醫生問詩雲 黃梅義子什麼人德 這黃梅講的就是洪忍大師 他的黃梅道場 這代表說第五代祖師 黃梅 那麼 紅忍祖師呢 他有傳承這個祖師西來義 祖師西來義的宗旨 法旨 是什麼人得到了呢 其實這個本來是在問啊 到底洪忍大師 他的心法 是你六祖慧能得到了呢 還是六祖神秀得到了 神秀也稱六祖啊 在那個時代 大部分人都承認神秀才是六祖 就像我們現在在台灣 誰承認我們是真正的禪宗的正統呢 大家寧可承認是法谷山啊 要不然就是中台山啊 對不對 你可承認這個啊 甚至慈祭啊 誰承認我們 在那個時代也是一樣 承認六祖慧能師 第六代祖師的是少數 大多數呢都是認同神秀 因為他是皇帝的老師 佛師 所以問他 皇妹義子什麼人得 祖師如果說是我得 我有得到道統真傳 心法真傳 那又軒然大婆 所以他沒有直接回答 師雲會佛法仁得 祖師說啊 會佛法的人 對於佛法 能夠心領神會 龍會貫通 他就可以得到 皇妹義子 祖師希來義 會佛法仁得 你沒有得到 這時候這個僧鐘就說了 和尚還得佛 問他說 那和尚你有沒有得到呢 得到這個 皇妹義子呢 這時候祖師就說 我不會佛法 會佛法仁得啊 那不會佛法就表示 你沒有得到 你沒有得到 那問的人那就 答案出來了 你沒有得到 沒有得到皇妹義子 因為會佛法的人得 你既然不會佛法 那就表示 你沒有得到 沒有得到皇妹義子 那後人解讀都很 習慣解讀成為說 祖師謙虛呢 謙卑呢 我不會佛法 會佛法的人得去 我不會佛啊 我寒斑啊 啊 事實上呢 會即不會 疑即不疑 真正會佛法 他不會覺得我會佛法 真正會佛法的人 不會認為我會啊 我會就有我有會啊 有我還有我會 我會還有一個對象叫做佛法 三合而有 有一個我有一個佛法 中間還有一個我會 對不對 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 這種會佛法 你根本不應該這樣問 問就問錯了 你會佛法嗎 你得到了嗎 得到皇妹義子了嗎 就跟你講會佛法人得就 就好了 到底誰會不會佛法 那不是當事人自己可以說的 自稱會佛法的 絕對不會佛法 所以說不惹無知啊 會就是有知識了 有知見了 知見立知啊 是無明本 無明的根本 我們眾生的問題就在這裡 我會 我知道什麼是對的 我會佛法 或不說我會佛法 我知道什麼是對的 那就是佛法 佛法就是真理嘛 每個人心中都有個答案 我會佛法 我知道什麼是真理 你別想 你懂什麼呢 我才知道 我是對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 我是對的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懂 很會 不管你是真的懂還是假的懂 只要你認為自己是懂的 不管你懂得有多高深 那你就是不會佛法 佛法其實是用會的 又不是數學 我現在要會了 以前不會 佛法沒有會與不會 會與不會是惡法 佛法是不惡之法 怎麼會有會與不會呢 佛法不是一個對象啊 我要去研究了解它的 絕對不是像英文數學一樣 本來不會的 現在經過研究了解以後我會了 六讀彈經我本來不懂的 現在研究以後我懂了 你懂的就不是真正的佛法 你只是懂的是經典文句而已 懂的是字意的解釋而已 你有懂到什麼 你有懂到真正的經意 深解意趣 沒有深解意趣 真正的真理啊 絕對不是用你的思維心 可以理解 這邊講的會與不會 這邊講的會與不會 都得用思維心 用思維心來側渡啊 如來圓絕境界啊 就好像用螢火蟲的火去燒虛迷山一樣 螢火蟲的火不是火 看起來是火 螢火螢火螢火 說一說是螢火啊 螢火蟲嘛螢火 但那個可以燒嗎 不行燒的 它不是火 思維心也是 它不能側渡如來圓絕境界 不能側渡 前面我們講機緣品裡面有講到 三聖共思良不能側佛智 記不記得 不能側渡佛的智慧 為什麼不能呢 患在思良 患在側渡 所以 六主慧能 點出這一點來 所謂的會有佛法 不會有佛法 意思是我們面對真理 面對佛法 我們就要知道了 你要 轉變一下 你的科版的 一個思維模式 就是我要去研究 不生是什麼意思 不滅是什麼意思 真如是什麼意思 捏盤是什麼意思 無因是什麼意思 六成是什麼意思 任業都有意思 都有定義 但是都不是佛法 那只是它的定義而已 那都是名相 不是佛法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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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 就像喝到肚子裡邊的水 已經不見了 它已經成為你生命裡邊的一部分 你根本不曉得水在哪裡 你曉得只是我不渴了 這才叫做會佛法 這才叫做會佛法 你的那種苦惱 窘迫 緊張 不見了 消失了 就好像一個口渴的人 不渴了 這是會佛法 農會貫通的 心靈神會 水已經喝下去了 看不到水的 可是渴也不見了 我們為什麼要去研究佛法 為什麼要去修行 因為苦啊 就像人為什麼要去喝水 為什麼要去求水 為什麼要去求法 你求水的目的是要什麼 要治你的渴 求法的目的是要什麼 要離苦啊 要離苦 離種種的苦惱 今天你苦還在的啊 你說你多懂佛法 沒有的 都是門外汗 就好像你渴還在的 你說你喝了多少水騙人 對不對 你一定到錯地方 到到耳朵去了 到到哪去了 喝那麼多水 喝了幾桶水還渴 不是有問題嗎 讀了 讀了一大堆經典的還苦 就表示你沒有讀到經典 表示你不會活法 對不對 為什麼苦呢 彌勒真經 彌勒救苦真經 讀了那麼久還是不苦啊 那救什麼苦啊 沒救到苦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修道啊 就像口渴人喝水一樣 如果你 永遠都在苦惱之中 你沒有修道啊 你沒有修成啊 你沒有嘗到到位啊 原因為什麼呢 虛應故事 原因能解釋 說法不是說你聰明才智 說法也不是說你 什麼樣子刁鑽雞靈才可以體悟 原因在哪裡不認真 很簡單 原因就在不認真 喝水 對不對 口渴都要命 那個用嘴巴那樣抹一下 也沒有吞下去 喝到嘴裡 流出來了 沒有吞下去 過個嘴 我們有時候讀佛經念佛 明明上帝師叩首 過個嘴 沒有真的扣進去 真的扣進去 實在告訴大家 立刻把您出苦冤 立刻就把你跳出苦海冤 佛法的作用就像水能解渴一樣 佛法是可以救苦的啊 那才叫做佛才叫做法 不是放在那邊 供人觀賞的啊 不是畫 不是畫的一條河啊 只能看不能喝的啊 所以六祖慧能講得很好 慧疾不慧 我不慧活法 不慧疾不慧 因為佛法對他來講已經不是一個體慧的對象 就像一個口渴的人 水已經變成他生命的一部分 他已經解渴了 所以我們道心啊 帶著深厚的苦惱 來到道場 道心 帶著痛苦 來到道場 就像一個 飢餓的人 來到餐廳一樣 就像一個口渴的人 來到水邊一樣 你應該立刻解決你的飢渴 應該立刻解決你的苦惱 道場裡面到處都是水到處都是食物 到處都是法水法食啊 可以解決我們生命的飢渴 當然很遺憾是我們沒有去 受用 來這邊就是 斷下而已 心都沒有來 心都沒有來 身體來了 心還是想著思索的一起 既然來了沒有全心全意 一旦全心全意就會發現 苦惱當下就不見了 生氣好的 一下就誤了 一誤以為不帶你 就像這裡面講的那些 通常六祖會能講幾句話 再也不迷啊 法食藏寶 法食藏寶 道場啊 道場啊 道場 像水場一樣 自台水場一樣 裡面充滿了道 道的作用就是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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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寶 道場